中国共产党最近在内部大肆庆贺 习死黄习近平同志已经定义为 70年来东西方对抗中美对抗一场实力 政治敢于斗争的绝对性胜利 而且听说北朝鲜金三胖发来了贺杰 你还是大哥呀习大哥呀 听说伊朗哇这个我们是可以干的 这些蠢蠢欲动的国家包括俄罗斯 还有我们要买这个气球 这个气球最简单它那个材料很便宜 就几个芯片然后整个的一个引导仪 我在过去直播当中讲过关于 一旦台海发生战争 这种便宜的气球包括指挥发射电子站最便宜 我讲过两三次 这个发明人咱都知道 在哪做的江西河南福建 这场真的在事实上绝对是过去七八十年来 世界上对美国的所有包括911 这是一场绝对性的一场对抗中绝对胜利 改变了游戏规格千万别小看 因为这个气球它太便宜了 而且它到了美国转那么多圈拿走的所有的情报 那是多少个五官做不到的呀 而且人家关键接近又离开了 而且它造成的这种政治风波从明天开始起 我相信这个话题将成为美国真正的政治的核心 和政治较量的工具 那么习近平让所有的盟友看到了 我只发气球中的直达美国心脏 这对俄乌战争的俄罗斯何其丢人 而且中共国现在做别人说几万个 几百万几千万分分钟钟钟的事 你能想想美国天上发了一百万这个气球 美国该怎么办 发一百万个导弹 整个导弹给你消耗光 还有F-16啊什么F-22啊 那都没用呢 战略上不对称的战争 中共这回绝对赢 对美国的心理打击绝对赢 对美国盟国的信赖度绝对赢 而且在俄国战争这种情况下 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的军事武器上 这次不对称战争和心理战争和这种敢做赢 但是最大赢家不是洗死荒 也不是共产党新中国联邦 所有人告诉我 新中国联邦这时候来了个气球 麦克恩西上来以后 中国CCP情报委员会 他来了个气球 共产党是美国全人类的威胁 不用咱再说了都知道了 病毒气球 生化战 气球可以放 直接在你家头上可以定点的放 化学武器 也可以放生化武器 然后拿走了美国的秘密 挑起了东西方 中共绑架的14亿中国人和西方的对抗 事情之严重 对新中国联邦之大利好 拜谢了 苍天 谢谢洗死黄同志 请继续发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